阿...洛哈的隨便喵咪打戰爭時間來 那今天晚上九點話一樣是我們隨便聊隨便打環節了喔 今天本帳要幹什麼東西呢 因為最近的話呢 我們隨便聊隨便打環節的話 他是要從三星挑戰開始嘛 所以應該是... 一時時間不會用到異地了喔 所以今天我們本帳這邊就來玩一下 異地給大家看一下 因為我們上次... 有拿到 但是還沒跟大家介紹一下他的一些能力之類的喔 那異地的話基本上就是傳奇關卡 全部打完了一個產物 非常非常的酷炫 他的評價大家也是說蠻高的 所以我們待會就來看一下 打古代種就會發生什麼事情 輸入了有貓咪序號的迷樣智能生命體 與貓咪均衡共同行動的目的為不明 給予古代種超大的傷害這樣子感覺 然後他是有這個 跟古代種有效超大的傷害 然後烈波傷害無效 古代種詛咒無效 然後範圍攻擊角色 然後這邊異地的另外一個進化之後 變成這個 感知一切事物並且不斷隨之改變的迷樣智能生命體 目的為何人不知 給予古代種超大的傷害 沒有問題 那我們今天就來打打關卡 來看一下齁 目前來說的話呢 企鵝大哥這個關卡有沒有古代種 好像沒有耶 要不要讓一滴去打企鵝大哥 大家說 你不要再讓人家打一些人家不會打的關卡了 我們先打這個來看一下好不好 搞不好也是有機會的啊對不對 大家不用緊張嘛是不是 搞不好異地可以證明就是 我不管打什麼關卡都ok啦 我用這個隊伍來協助一下異地應該ok 哇 異地要4200耶 其實也是還蠻貴的喔 說真的 就不便宜喔 來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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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桌起 這邊是我們的這個 可愛未來貓 然後待會的話來4200 異地登場 喔喔 衝超快 喔他衝很快耶 他怎麼感覺他跟那個很像啊 你們知道我在說誰嗎 那個傳說稀有的那一隻 那個很像超夢的那一隻 喔 欸 他 確實還蠻厲害的耶 就是他的這個衝擊度還蠻高的 他就是可以一直往前衝 然後攻擊速度很快 攻擊速度很快的感覺 但是 目前來說他已經掛了 然後他的CD時間的話 確實也是有點久 所以 可能要想辦法先保護住他 會比較好一點點 然後這關企鵝大哥的話 應該要用黑凱 因為他好像會 獨擊效果 沒記錯的話 他應該是會獨擊效果 我們搞不好這樣打會輸耶 你們知道嗎 對啊 我們搞不好這樣打會輸耶 嘿嘿 沒有黑凱就很尷尬了 因為他會獨爆我們 喔 貓俠 要證明我們的這個猜測是不可能的嗎 來了 撞一下 撞兩下 可以喔 異地 欸 你能不能看到他 他有腳耶 他好可愛喔 他是一個穿披風的那個 形態的這個角色的樣子 好可愛喔 他有小角角 他只是披風很長而已 喔 暫停 再一個暫停 其實我們好像也可以用就是我們另外一隻那個 另外一隻那個時空女神 所以那兩隻的話基本上都會有那個 總火效果 反正黑凱跟那個弄起來應該就還滿不錯的 哇 這隻好像 沒有進化他就會一直不死是不是 看起來是這樣子耶 所以 這關的話應該一定要帶上進化的角色 不然就完了 真的耶 不然我們就是要衝過去 齁齁 異地 異地可以耶 這個 瘋狂撞死他 有沒有看到 異地這一波打擊 不錯喔 異地的輸出傷害好像還滿高的耶 有沒有發現嗎 好像真的不錯 可是這班企鵝大哥必須要有人可以進化喔 企鵝大哥不要囂張喔 快快 我們趕快回塔 復回塔不行喔 哇 真的很 完蛋 沒有帶上什麼進化的角色很難搞喔 加油啊 弄死弄死 異地出擊 你看異地真的還滿猛的 沒啪到 超白癡的 我的天 好 看起來是ok 那我覺得異地如果連打這種關卡都還滿有異襲之地的話 那他打古代種的話應該會更猛 好不好 應該是很不錯 來來來來來 弄死弄死 而且他還是EX的這個稀有的角色耶 所以如果我們在打就是那個 真傳奇關卡的那個EX關卡的時候 就是三星關卡的時候是不是也可以帶他出擊的感覺 欸不是啦 這企鵝大哥復活的速度也太快了吧 這樣很誇張欸 復活超快的欸 你連塔都打不到欸 哭了都 就把他哭了都 撞起來 這關基本上很簡單啦 就是帶上那個能夠總火效果的角色 讓企鵝大哥不要噴毒就ok了好不好 應該就ok了 哇 只是一定要帶上能夠進化的耶 不然要打超久的 超誇張 要打世界無敵久喔 因為他不讓我們回塔 而且他旁邊還有超多隻那個 小敵人在幫助他卡人 重點是他起身的速度也太快了吧 真的很快他起身的速度 兩隻暫停角 好 死吧你 可以他 異地的這種感覺就很像真田幸村了 有沒有 就是他會直接就是那個 直接飛過來這樣子 來啦 好 我們這邊的這個異能貓 都打得到塔囉 就交給他們了 快回塔 這些關卡 改造生物關卡 我們基本上都已經打過了 所以哲平都不會再 額外再拍一次喔 我們就大家可以看一下 之前影片我們是怎麼打 基本上很簡單啦 他就是用一些總火效果的角色 讓他就是詛咒 然後不要就是 不要讓他發毒擊 整體來說就會很舒服 但這關的話基本上切記一定要帶上那個 能夠進化的角色 不然這企鵝大哥 永遠不死 好不好 永遠不滅的企鵝大哥 不大師 打不死的企鵝大哥 稍微尷尬一點 喔nice 終於打完了 好 那異地這邊的話 看起來打一般的這種都好像還蠻OK的喔 那我們來去找一關 那個 找一關哪一關 這個嗎 虛實裡面有沒有 打那個古代種呢 喔 這關感覺就OK了 我來看一下 測試一下 接續起點的足跡 這關超級無敵多古代種的 好不好 還有這個臉歌 我們看一下異地究竟有多麼的狂 好不好 來啦 這關好久沒打了 喔 這關是不是一定要帶那個 能夠打古代種的啊 對啊 沒帶打古代種的 是不是就被車歪了 是耶 我記得這關好像一定要帶飛腳貓齁 哭了都 帶一下飛腳貓 飛腳貓來耶 飛腳貓在哪裡 要帶那個超壽種 超壽的圖案是這個 飛腳貓來了 飛腳貓帶上去一下應該會 蠻舒服的 然後 貓俠下來 這樣 因為一定要有人打那個古代那個 古代小犬圈 不然很尷尬 尷尬 終極 可以先把這個打死 而且後面還有一些那個 紅色海豹那些的 確實用飛腳貓真的很舒服 我們先幫那個異地準備個好位置喔 因為 異地這邊的話他也是 屬於那種比較容易死掉的 所以不能隨便亂跟他 下一邊亂搞 我們大概把那個白霧都出出來之後 我們再出異地 然後加速關掉 然後飛腳貓繼續出 下一隻 4200塊的時候呢 我們就可以出他了 細青人霸空 好 異地 屁屁屁 扯了一下 古代總超大傷害喔 不開玩笑喔 哇 一樣刪掉死掉 刪下死掉啦 不過後來的話基本上之前 大家很推異地的關卡是那個就是 要打那個古代河豚的 那個古代河豚聽說 被弄個幾下應該就會直接死掉 不過異地的話真的要好好保護一下 因為你沒有好好保護他的話 基本上他 他這邊的這個CD生產成本還是 還是蠻久的 就沒辦法這麼快 他如果跟聖靈幸存一樣 一樣就是CD超快的話 那很猛 那我們這個速攻隊就可以再加一隻那個 異地了 但異地基本上我覺得他的輸出傷害應該是蠻高的 應該是很高 你看我們現在基本上 快要hold住了 加油啊 這關比較麻煩就是他們都會有這個詛咒效果 鏡子給我們開總火 尷尬 我覺得目前來說真的最近的這個MVP真的就是異能貓耶 你看這邊那個掛掉了 所以這邊的話基本上 應該是異地也打了蠻多傷害的 為了要幫 今天是異地 異地隊好不好 給他多一點尊重 幫他說多一點好話 哈哈哈 我們這邊待會我們就直接 異地出擊了 看一下異地能不能順利的把這個臉哥給撞歪 來了異地 啪啪 看 異地還沒表現到 對面就死掉了 不過我覺得他一開始那幾下的這個連撞應該是不錯 你看這邊松鼠基本上一下就撞爛了好不好 他很可愛耶 我的天啊 他就是那個穿著一個很大斗篷的一個外星人 他的打法基本上跟那個什麼 跟我們就是那個 傳說稀有的那隻很像超夢的那個 很像 就是白骨貓系列的那隻 也是這樣衝出去然後開炸的感覺有沒有 超像的 好沒有問題 那今天我們稍微玩一下我們的這個異地 讓你們覺得異地的話 有沒有真的很厲害呢 我是覺得他的充斥這個效果應該是 真的還行喔 那你們就是對他有什麼看法 也歡迎在下面留言分享給大家知道了好不好 那麼繼續玩到這邊啦 我期待見囉大家 掰掰啦 我們來看見嘛 我們來看見啦 這一次我們來看見 我們來看見 我們來看見 我們來看見